啟宋吃飯 Less, 你今天做這個叫做雞鴨冬瓜 名字這麼特別, 是什麼? 是不是? 天天, 看不見有鴨, 看不見有雞嗎? 看不見 不像 沒了 雞又沒有, 鴨又沒有 什麼叫雞鴨飯? 雞鴨冬瓜, 沒飯吃的 大王, 你不是做一個瓜粒鴨腿飯嗎? 是不是? 這個也是我們經常會意會到 就是那些冬瓜、鴨走在一起的時候 都可以想像得到 它有湯, 有其他東西 不過今天我們未至於是全素的 看到我們這塊腐皮在這裡 就知道我們想做這個叫做素鴨 你上星期才做些鯪魚 我吃, 今天星期也做些漂亮的 也是很漂亮的 對, 但是這樣比較經濟 做什麼事呢? 入秋了 也不是經濟不經濟的問題 最重要是我們營養要均衡 你每餐都吃到這麼高的蛋白質 因著你的痛風和其他東西會出現 好… 在這裡來說 我們雖然說是素鴨 但其實它的味道一點都不清淡 是濃味的 看到桌上這個粉是什麼呢? A是肉桂粉, B是五香粉 五香粉 這麼容易, 天爺一定會 天爺…它難的都會認識 所以很少用肉桂粉 比較少的 肉桂粉甜品比較多 西餐比較多 旁邊有生抽, 再加點糖 我們在這裡煮了, 有一個就是煮滾 要不然糖會怕它不溶 我們會把它拌好之後 你可以加其他配料上去 就一直掃, 掃, 掃, 掃 攤開我們這塊腐皮 掃到它全塊濕潤的話 把它摺疊起來 就成為了我們做的牛角包 掃到有三千多層 它的酥皮 對, 我們這個沒有三千多層 我們這個素鴨 我估計大概是72層左右 就是因為濕了才能形成這個樣子 濕了之後, 把它摺疊起來 摺疊完之後就隔水去蒸 蒸五分鐘 我不是完全掌握得到形狀 或者它的質感是不是跟鴨很相似 不過不要緊 不要緊, 我們把它煎至有一點香脆的外皮 然後移回去做這個… 別人說冬瓜… 是不是一定要做冬瓜 中就未必 你現在裡面這些素盒 現在整塊素盒裡面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除了剛才我們這條味 就是你的調味料 我就不會加一些東西夾…夾一夾 你也可以的 你可以的, 對 我真的自己做回來 你看到有些人說是否賣回來 對, 樣子也很像 也做得很齊齊 真的很像 對, 我們在這邊就隨便煎 它也是蛋白質和有少量的碳水化物 大家都知道煎一些有澱粉和碳水化物 它很容易焦 但剛才你說… 讓大家看一看 是 是, 大王 看完了嗎? 可以的, 再多看兩下 看完了嗎? OK 是, 確保它是鬆脆的 有一個問題 怎麼樣? 大王 你剛才不是說它蒸過嗎? 是 蒸過, 現在你再煎它 外皮已經是再煎脆的 是 裡面的芯的呢? 一會兒就會完結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會把它匯入冬瓜汁 要煮的 要煮的 切了條子後, 再放入湯, 匯入 就一樣不用煎, 做了那麼多 大王, 你說得對, 正好一半 因為我們一會兒切開的時候 怕它會彈開和散開 所以煎一煎, 它會再實淺一點 而且顏色真的會更好一點 不可以煎太久 弱了, 不會 為什麼呢? 待會兒我們等它攤一攤才會攤油 是 因為它會慢慢… 一邊燜的時候, 它會比較… 淡一點 淡一點 而且有時候我們說 無論你是真正的肉 或者掃的肉也好 其實都需要有一點焦香的感覺 味道就會比較豐富 有樣子, 陳航班 你全程都是小火的 是, 大火 一點大火都沒有 始終我們這些腐皮是不會那麼… 太受火了 不會太受火, 所以我們要小心點 在這邊我們就燒熱鍋 做什麼呢? 我們說得到這個有雞, 有鴨 鴨有冬瓜, 鴨就出場了 冬瓜還沒出場 我特地買一隻有機的冬瓜 冬瓜有時候… 我們那個味道, 我形容比較細膩 比較清淡 清淡一點, 我們說的英文很軟 不是說很大的茄子 那種瓜類的味道, 是很濃烈的 它比較清淡一點 所以今天我們找到一個拍檔 它的拍檔是誰呢? 就是… 拍檔是誰? 是雞, 對, 雞汁 不過這次我們這個雞湯, 雞汁 是我們自己去處理的 天佑, 你站得這麼近 我不會為你喝的 不過你自己拿著來 試一下 試一下, 現在, 真的我挺害怕 聞到清香的雞湯的味道 清甜… 我簡直形容是什麼呢? 以雞的湯來說, 算是一個字 大王, 看得穿我心裡想什麼字? 大王 沒有說太誇張了, 看不到 是濃的 是嗎? 因為它用了兩個雞殼 然後煮完這道湯 大概兩碗左右 你比較離譜 是嗎? 你告訴天佑是清, 現在你是濃 不是, 我試著去到美國 究竟能否清 究竟我們這個湯的目的是什麼 那你就誇張了一點 是, 這裡一點也不誇張 我們首先放了冬瓜粒 我想問一下, 如果不用冬瓜 可不可以用其他瓜類嗎? 都可以, 視乎你想它的甜度有多高 而且有時候我們發覺 冬瓜雖然說是青或者清淡 但它很少有一些 所謂的草青味比較濃烈的質感 例如青瓜, 或者你用一些節瓜 有時候反而草青味比較強 我們說冬瓜通常比較清甜 所以通常燉冬瓜中的湯 我們有時候配合究竟如何去溶 現在的顏色開始慢慢出來了 所以我們要制止它進一步焦cr 這是什麼? 這是冬瓜, 冬瓜蓉 有兩款吃嗎? 兩款冬瓜 我們因為想吃下去 不完全軟筷筷 所以的蔭蓉是用來拿瓜的味道 那個瓜粒是你吃的時候咬下去 還知道原來是在吃冬瓜 現在好像蝦蜜瓜沙冰 是嗎?為甚麼… 對,應該放冰 讓溫度急降的時候 我們能做到效果 不過這個時候,天佑麻煩你了 當我慢慢不用撇油 我們有一點點 直接撇油 可以,但我們關小火 一大湯匙吧? 不是 你現在是匯下去嗎? 匯下去,要多,不是少 對,要不然我們的瓜會突然上色 這邊我可以把一件件的素鴨切掉 切下去,雖然聽不到聲音 但是感覺… 嗅嗅嗅 是,表皮是脆的 表皮是脆的 但裡面沒有非常硬 仍然可以比較容易咬到 對,在這裡我們可以有兩個做法 天佑,你這個手法很漂亮 我們的雞湯真的很香 對嗎?你讚我的雞湯 我很高興,天佑 他喜歡 他喜歡,對嗎? 他簡直是喜歡那一隻 好,在這裡我把素雞排好 待會兒我們就可以上碟了 除了你說我們的冬瓜夠清甜之外 我們也可以加一點蒜蓉 味覺的層次又再深一層 這個時候通常我們會找到新鮮的蓮子 新鮮蓮子,你也要用鹽水煮 去除皮之外,你煮大概二十分鐘左右 記得我們也在這裡介紹蓮子 其實它的鈣質非常豐富 我們有時候素食者不是只吃芝麻、合桃那些 我們在這裡,蓮子本身 我們已經煮了那個雞湯 在最後這裡,我們就可以把它上碟 不過上碟之前,我們就要把它有一個雞 除了有雞的雞湯之外 我們在這裡也有一些雞蛋白 你想做雞蛋花? 對,我們就淋一下,推開它 然後我們先關小火,讓它變成雞蛋白 你說我們喜歡的味道是比較再… 剛才說夠鹹嗎? 夠了…夠了嗎? 清淡一點也好,師傅 是不是?我們還有一些素鴨 加一點鹽… 對,加一點鹽 再加上什麼呢?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一定要加胡椒粉 對 雖然不是海鮮,不過也是很適合的 在這裡我們看看蛋花的醬樣是怎樣 這個真的很像冬瓜中的底部 沒錯,所以有時候你說家裡 要找一個這麼大的鍋子去燉冬瓜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們寧願反過來做 拿了一些肉這樣做的話 時間會節省一點 而且相對雞湯各樣的東西 會比較容易掌握 變成以大王的標準來計 我們今天是屬於清淡的 對,但是以營養的角度來說 當然,酥食或者一般 我們就算用一些有肉類的湯汁 去到烹調的時候 都可以達到營養的效果 而不會完全太清淡 就是可以得到平衡 對,那我這邊先鋪上這個素鴨 如果你說喜歡自己燜煮的 就是有點像我們一些腐皮卷 你可以就這樣煎脆 有或者你可以拿去燜煮 也同樣可以 所以釋除磚便 在這裡簡簡單單,清淡淡 我們有個雞鴨冬瓜 先看到 我們下一個人的 在這裡 我們下一個人的 對,我們下一個人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